这是我见过胆子最大的豹子 看他只身一豹 直接躺在狮群里面 四脚朝天似乎觉得自己很厉害 几头狮子看到这一举动 也是傻傻地看着 雄狮走到一旁 也不知道受到什么刺激 只剩下几头雌狮在那里围住 这三只雌狮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毕竟这里面的感情纠纷 也只有当事人才能知道 这两头估计有点心虚倒退一步 直接坐在地上两眼相对 豹子依旧躺在地上 此时一头雄狮匆匆赶到 上来对着豹子就是一阵疯狂啃咬 然而几头母狮上去 对着雄狮就是拳打脚踢 这也迫使雄狮放开豹子应对 另一头雄狮也跑过来 对着一只雌狮子就是一巴掌上去 成功地把两只狮子引开 那头雄狮此时得以休息站起来 仔细打量这头豹子 上来就是一阵狂轰乱炸 另一头狮子想要上去劝队 可另一头狮子跑回来 也是将其拦下 这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和这头豹子也是厉害 面对雄狮的攻击似乎不弱 那头雌狮回头看着 躺在地上的豹子 这样的表情 像急了一情别恋的样子 双方都陷入短暂的僵持 或许他们也不知道在干嘛吧 那头被打的狮子 起身就直接走开了 雄狮想要上去攻击 可面对着雌狮的怒瞪 也是推后看着远方 也不知道脑海里在想什么 豹子也是躺在地上 没有任何动静 也不知道是死是活 太阳并不是很大 可他这喘气模样 看着像是哮喘病一样 雄狮就像戴痛苦面具一样 本想上去观察 躺在地上的豹子 可那头雌狮抬头的嘶吼 也是畏畏缩缩的后腿 看来他的领地意识还是很强 不过在雌狮面前竟然变得这么雄 看他甩着脑袋尽量保持清醒 看来还是理智占了上风 此时的豹子可谓是人生赢家 躺在地上 还有狮子帮忙护着 也不知道还能不能站起来 不过他并不死心 还想对这头胆大包天的豹子下手 看到他还能动 原来还是活着 那头保护豹子 雌狮似乎累了 也是瘫坐在地上 那头离开许久的狮子也是回来了 也不知道打的是什么主意 雄狮也是安耐不住向前 可那头狮子也是立马撕压咧嘴 他也是害怕地回头走到另一面 这次说什么也不能忍 直接对着豹子拳打脚踢 那头雌狮冲上去就是干翻雄狮 其他狮子也是趁机错诱 看来这里面雄狮说了不算 估计还是这头豹子最大 两雄狮再一次被赶到一旁 草原上雌狮的数量 永远比雄狮多 他们负责狩猎抚养幼崽 雄狮则是负责家族领地的安危 或许这头豹子就是闯入雄狮的领地 所以才会被他这般记仇 然而这几位的关系实在让我看不清 豹子依旧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或许前面雄狮的疯狂攻击受伤了吧 另一头雄狮似乎不想参与这场纠纷 只是离得远远地躺在地上 那头雌狮继续回来守护在旁边 走过来就是躺在离豹子不远处 还面对着仔细看豹子的伤势 那头雄狮继续走回来 看看那头雌狮是否还在 也是很不甘心的样子 看着他嘴里还不断地念叨着 看来也是很忌惮那头雌狮 狮子都没有离开 豹子也不敢轻举妄动 毕竟自己面对可不止一只狮子 贸然行动会使得自己陷入更加不利的境地 看完你觉得豹子和这头狮子是什么关系 欢迎下方评论探讨